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今天早上做出来的吗 对 这不少啊 不少 每天有几十家超市的工作 那你这一天的量非常大 一天也就是在一两千斤吧 一两千斤啊 对 这么大的体量 这个签子馒头是咱们的一个地方特产 费工 费力 效率低 为了把我们这个地方特产传承下去 我就开始慢慢研发这个机器了 从研发签子馒头机啊 一开始的时候啊 也没这么深入 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嘛 找一个普通的馒头机 代替出来这个形状都可以了 但是这个过程中 你签子馒头它有一个特点嘛 签子馒头你两头尖 度大 批多 当然吃鸡的鸡等 但是这个馒头尖它不好成型 一般的机器到现在为止我看到 所有的厂家没有生产这个带尖的机器嘛 签子馒头这个尖它成型啊 这里边有一些这个技巧 也就是说我们研发的时候就碰到一些困难 这个面啊 有些东西看着简单 但是真正的说抱一个面团 你把它揉成尖来是不容易的 当时我研发这个机器的时候啊 也费过好多事 但是有一天就是我在一个那个老馒头房 看见人家也做了一种签子馒头 当然它那个签子馒头短 但是它的签子馒头尖特别好啊 当时它一个动作啊 就啊有了启发 回来以后就通过研发 就出来这个签子馒头的这个模具了 对这是我们恩城的特产签子馒头 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 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说法 叫签子馒头两头尖度大皮多 而且这个签子馒头是用老面做的 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 口感特别好吃起来特别筋道 看一下啊它弯它是弯不断的啊 我尝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啊 嗯特别好吃 就是你如果原来没有吃过这个馒头的话 你不用吃菜 干吃馒头就可以吃饱啊 而且是老面馒头它没有添加剂 这一点很重要 现在都讲究不但要美味而且要健康 我们签子馒头就兼具了这两个特点 既空间好而且它没有添加剂 这咱们这反正农村城里都吃这个玩意是吗 对都吃这个 以前都是手工是吧 以前是手工 纯手工 再早以前 这个大约得有500年的历史了 平时一日三餐都吃这个玩意 对一日三餐都是吃这个馒头 你们为什么不吃它软馒头啊 那个软馒头不是老面馒头 它这个是老面馒头 并且热的时候它对折是不断的 老面馒头它这个口感软甜 那个酵母发的不好吃 吃自己机器生产出来的馒头 沉重感还是包围吃吗 对因为我们做这个 传统的老面的馒头 传统下去我也觉得很好 会吗